在台東警分局永樂派出所 日前接獲民眾報案說 自己工程用的水瓶儀被偷了 永樂派出所受理報案 立即成立專案小組展開全面調查 在案發不到2個4個小時就宣告破案了 而警方的高效率讓民眾對警方豎起大拇指 從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見 一名男子走進工地裡 將東西拿上機車後便直接離去 但他手裡拿的水瓶儀 卻不是他自己的東西 日前有民眾向台東分局永樂派出所報案 表示自己的工地內的水瓶儀遭竊 請求警方的協助 而永樂所在受理報案後 立即成立了專案小組 並派員前往現場查看 同時調閱了近百隻的監視器 在短短不到24小時內 便抓到兇手宣告破案 日前轄內一位呈現民眾至所向員警報案 趁他稍早前往工地工作時 發現原本放置於工地 價值新台幣約8000元的工程用水瓶儀遭竊 本所受理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除了派員到現場勘查 並調閱監視器外 過率可疑人車 在案發不到24小時內破案 順利起貨失竊的水瓶儀 而警方在不到一天之內破案 也讓不少民眾在社群演出上 大佔警方的高效率 而台東分局也呼籲 如果發生了失竊案件 或是發現周遭有可疑的人士進出時 可以立即撥打110 或是轄區的派出所報案處理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 直播到